视频中韩国选手将中国选手打倒在地后 竟然疯狂的做出各种侮辱性的手势 紧接着更是直接跳起了舞 让所有中国观众看得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没人可以一直做常胜将军 中国选手可以输掉比赛 但是绝不允许对手如此侮辱人 所以这一次 这名来自内蒙的勇士阿里腾黑利 直接杀到韩国 势必要让他付出代价 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场上白色悬套红方选手 就是咱们的阿里腾黑利 另一边紫色裤衩的蓝方选手 就是韩国棒子张全毅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阿里腾黑利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那现在我们看两名选手是各有优势啊 这个韩国选手是长胳膊长腿 身高臂展都要比咱们的阿里腾黑利强上不少 但是看这个双方的肌肉 手臂上的肌肉 咱们的阿里腾要比张全毅也要撞上不少 所以说双方各取优势 现在也是打得比较谨慎 毕竟第一回合还是要小心为上 先去试探对手 中尤其是团队的 试探对手 这两个人两个人在一个比赛 对其他人的阶招在现在 我想要把他们都要留在这里 阿里腾黑利便要留在这阶段 他说他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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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阿里腾黑利... 非常好选择 阿里腾黑利好伤 他不仅仅给它继续续继续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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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他把他拖延大,但我认为他让他做的 而AlaTengHaley,他正在习惯中的攻击 但一段时间过来,那些攻击会强调到他 现在你能看到AlaTengHaley的面子 他看着了点疯狂的,他不够能努力他的游戏 那现在时间已经过半 赛前的时候 这个韩国棒子张旋逸是嚣张跋扈啊 觉得咱们中国选手不行啊 觉得自己肯定能轻轻松松赢得胜利 但是比赛开始之后啊 一直过半了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 这个张旋逸是迟迟不敢出手 哦好的 这时候阿里腾连续进攻 果断的出拳 张旋逸被打倒在地啊 现在处在上位 阿里腾连续的出拳 连续的砸击 哦呦砸到这个张旋逸不行了 好像已经打昏过去了 我们看阿里腾现在这个表情啊 非常的激动啊 台下观众朋友们也是相当的兴奋 那这场比赛阿里腾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出其不意料到对手 紧接着连续补拳轻松KO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张旋逸已经不行了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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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